一锦连的身体素质算得上是黄者的天花板了 即使在NBA里也是中上水平存在 这是他当年能在高顺委被NBA球队选中的原因 在年轻的时候 一锦连就已经展现了超强天赋 最后印象深刻的是在08年奥运会上 他帮助中国男篮准绝杀德国队的一幕 简直令人热血沸腾 不过当时在对阵美国队时 在一锦连身上却出现了相当尴尬的画面 都说出身牛犊不叛虎 在比赛中一锦连持球上去硬杠霍华德 看得出来年轻阿联相当自信 燃身为NBA最强中锋 霍华德可不是吃素的 阿联被打顶了好几秒都没有把你顶开 最后出手也只能是打铁了 而轮到霍华德被打一锦连时 阿联却被虐得毫无还手之力 演出生看着魔术把球送入篮筐 这场剧简直是杀人猪心 这尴尬的画面让球迷都表示没眼看 虽然一锦连挑战霍华德没有成功 但作为一名年轻球员 他能有这样的勇气已经足够令人佩服 那么决一锦连的删定素质是什么水平 你觉得为何他不能在NBA立足呢